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年前大安娜王妃在度过了36岁没多久后就在巴黎惨遭车祸 那个时候小哈利才12岁 年幼丧母 这对哈利来说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哈利曾经亲口说过 在12岁那年失去了妈妈 这让我封闭了我所有的感情 这不但影响了我自己的生活 也影响了我的工作 大安娜的事事对哈利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 哈利曾一度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才能度过难关 而现在哈利已经和大安娜同岁了 这就感觉自己的妈妈冻结在了时空之中 因为父亲总是应该年纪比自己大的 而当自己的年龄比父母大的时候 父母就不再是父母了 反而自己变得更像是父母的父母 在童年时失去的母亲的痛苦是巨大的 尤其对于哈利来说 因为她不仅仅是个孩子 还是一个生活在全英国民众的目光下的孩子 大纳去世的新闻在报纸上挂了好几个月 全英国甚至全世界的民众都在谈论自己妈妈去世的事情 这哪个孩子能受得了呢 然而哈利还不得不跟在戴妃的棺木后面为她送葬 道路两旁诠释默哀民众 哈利的悲伤情绪也就赤裸裸地展现在民众和摄像机面前 后来哈利和一起跟在戴安娜棺木后面的情景 他说我的妈妈刚刚去世 而我却得跟在她的棺木后面 周围有上千个人在围观 还有更多的人在电视前看着我 根本不应该让一个孩子去做这种事情 我想这种事情在今天是不会发生的 哈利和戴安娜的感情很深 虽然母子俩只相处了短短12年 哈利说戴安娜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 说她会紧紧地抱着自己 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爱和安全感 所以哈利在长大后 也不遗余力地去完成戴安娜未尽的事业 宣传戴安娜生前的慈善功绩 哈利在2016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确保戴安娜的事迹不被遗忘 我希望我做的工作可以将我妈妈的 在慈善方面的天赋发扬光大 哈利在这里一年离开了王室 或许她知道如果戴安娜还在世的话 是会同意她这么做的吧 据说戴安娜在离婚之后 就一直希望移居到美国 只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实现 就遭遇了车祸 而哈利在步入36岁这一年 完成了戴安娜的愿望 也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戴安娜在36岁时去世 而36岁的哈利以后不但是为自己而活 也是将戴妃的精神传承下去 接下来是梅根照搬母亲套路 弃父嫁人利用他人 果然是亲生的母女俩 梅根在嫁入英国王室之后 搅得风起云涌 闹得人尽皆知 但不得不说 梅根所作所为 大多也都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 只是其手段多少有些不尽人意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 梅根会变成这样子 可能是源于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所以对这些东西了解的更多 但实际上 她的这一些心性以及习惯 更像是来自于母亲的遗传 梅根母亲多利亚 其实话题度并不大 她在梅根身边出现的时候 总是显得十分懂事 并且不为自己的女儿惹事 穿着黑色羽绒服 内搭着眉红色打底衣的多利亚 皮肤有黑 脸蛋看起来苍老憔悴 整个人确实并没有什么亮眼之处 而每一次与梅根在一起 她都会展现出 作为母亲的慈祥 穿着绿色风衣搭配白色条纹打底衣 以及牛仔裤的梅根 与母亲站在了一起 信显了小女生的心态 看起来她对母亲极为依赖 其实多利亚的故事并不比梅根少 而且她的手段也同样高超 多利亚的人生 吕丽丽与梅根也是极其相似 她在克利夫兰出生 母亲是一名护士 嫁给了一个古董商人 但其实她的父亲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也为她生育了多个兄弟姐妹 这与梅根其实有一些相似 从小生活普通的多利亚长大之后 由于其美丽的容颜吸引到了不少人们的喜爱 也谈过很多恋爱 尽管现在的多利亚看起来苍老憔悴 但年轻时确实十分好看 即便是现在穿起了礼服时 也有那么的几分精致高贵 薄荷绿的连衣裙穿在了皮肤有黑的多利亚身上 并没有把它衬得过分有黑 反而多了几分独特的时尚感 外套穿着铜色的毛嫩外套 白色的蕾丝刺绣 点缀出了几分精致感 搭配上了透肉丝袜 以及裸色高跟鞋 整个人高挑而又优雅 特别是搭配上一顶小礼帽 乍一看确实与梅根十分相似 由于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 所以他后来前往发廊兼职 学会了化妆之后 又挤身进入了好莱坞的更衣室做化妆师 因此也认识了不少明星 后来他将当时十分火热的男明星奥尼尔 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并且与多名明星打好关系 混迹于各种时尚派对中 虽然最终未能够巴上奥尼尔 但却认识了托尔斯马克尔 那时候年轻的多利亚与梅根 确实十分相似 一件桃心领的白色衬衫 勾勒出了他性感 稍显风云的身材 圆润的脸蛋 以及一头黑色的黑发 让他多了几分清纯 五官与梅根也十分相似 在与托马斯在一起之后 俩人生育了梅根 但其实最开始 多利亚的父亲并不希望 多利亚嫁给托马斯 这样一位浪子 不过看在托马斯 所拥有的巨大的经济来源 多利亚不顾父亲嫁人 甚至在结婚的时候 还不愿意邀请自己的父亲 这跟梅根当时结婚时 做出的决定一模一样 放弃自己的父亲 嫁给了心仪的对象 不过后来 由于托马斯下岗 失去了经济来源 多利亚选择了与对方离婚 而梅根则是跟着托马斯 跟继母长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 多利亚虽然如今看起来 似乎低调而又朴素 但年轻时 也是一个搅得风起云涌的人物 最后是传家宝庄园 因是哈利和威廉伤心的 而被嫌弃 未来只得乔治接管 海格罗夫庄园 是一座被认为代表了 英国人审美的最高水准 和品位的主体 为食屋建筑的庄园 查尔斯王子于1980年将其买入 据悉 住宅周围有大约900英亩的 有机土地 里面还包含了一个 由威尔士千王精心打造的农场 海格罗夫有九间卧室 六间浴室 以及美丽的花园 绿荫的草地而闻名 当年查尔斯王子和大安娜王妃 就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住在那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查尔斯王子成为国王做准备的同时 这座美丽庄园的未来归属 却成了很多英国人 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 最近一位王室评论员 给出了他自己的分析 皇家评论员克里斯托弗 威尔逊认为 因为某些原因 这所美丽且具有悠久历史的庄园 在未来可能不得不由 作为英王位第三位顺位继承人 见乔公爵夫妇的长子 乔治王子来接管 为什么会用不得不来表达这层潜在的无奈呢 克里斯托弗向媒体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在接受快报杂志采访时 他说 很显然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不会接受这个 背受他们父亲喜爱的庄园 因为哈利和威廉曾在这里目睹了 他们父母婚姻的破裂 所以两兄弟在这里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相比海格罗夫 威廉和凯特米德尔顿 更衷心于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们的 位于诺福克郡的安莫堡 除了平常休假 见乔一家会去那里小住 在整个疫情封锁期间 整个王室五口之家 几乎都是在安莫堡愉快地度过 因为内壮配备了时间窝室的别墅周围 还有很宽敞的户外空间 可以攻陷乔三小只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 和路易王子自由探索 而据克里斯托弗推测 哈利和梅根马克尔未来 也不太可能回到英国 所以这位王室专家说 不可避免的海格罗夫 将成为一个需求盈余 那么谁会住在那里呢 距离乔治成年还有11年 但我想这位未来的国王 可能会喜欢这座建于 18世纪科兹沃尔德风格的 石屋以及周围的地产 00世纪科兹沃尔德風格